即使社会肺炎影响花莲圣安公参拜信众大幅减少 公庙收入也降低了不少 不过圣安公主委黄有玉表示说 母娘只是公益不能中断 因此5月5号圣安公再捐赠了一万两千坪防疫酒精 给县政府和吉安乡各单位 同时也呼吁大家 疫情虽然趋缓了 不过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全民要持续来做好防疫工作 一箱一箱共一万两千坪的防疫酒精整齐排列 这是花莲圣安公要再捐赠的一批防疫物资 主委黄永玉表示 即使肺炎疫情影响到公庙的参拜信众人数 并且减少了公庙收入 不过母娘只是公益不能中断 因此这次受新竹圣安公赞助再捐赠的这批防疫酒精 我们这次疫情很严重 我们官长 来政部长 所有的政府机关都非常关心 尤其我们新竹圣安公的厢格都在全省 都来自前省 当然了 法连现在还有林确诊 现在疫情也比较适合 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的幽庚庚赏 送一万两千罐的酒精喷疫 大家可以来披露 这次我们母娘也有交代 我们不管怎样 我们疫情烦恼还是疫若 我们新竹圣经也差很多 厢格都比较少 收入也减少 所以说我们不管怎样 母娘交代 爱心不能断 爱心不能断 所以说我们这次 我们这个监政 这些酒精叛疫 我们管政府 乡公所 吉安巡公所 和监察局 吉安分级 我们的寻守队 我们的国立 国村的村庄 我们都有赏 希望说大家 这个疫情靠防御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5号上午 圣安公举办的赠送活动 受证单位包括了 华联县政府民政处 吉安乡公所 吉安警分局 吉安巡守队 圣安巡守队 吉安乡各村 还有主权力 提供在外执勤 或者是工作人员 随时的保持防疫 借助会前相报道